正修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 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有两年没有举办实体的毕业走秀了 今年总算让学生们来圆梦了 以动态走秀和静态作品的呈现 将学生们四年来的所学展现出来 无论是服装妆容还是整体设计都令人惊艳 等等两年 正修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毕业成果展 正式登场 美组学生利用四年所学 从服装妆容到整体设计 藉由不同的手技和想法展现了创造力 创造出属于独特作品 主要是分享沉重的爱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就是有用一些口舌言语上的一些 争执或者是束缚捆绑的感觉都有 使用了就是这一两年来冬季比较流行的羽绒服的元素 作为我们整体服装的参考方向 除了令人惊艳的动态走秀 也结合化妆品组的毕业制作 将六组同学所研发出来产品一一展示 像是利用玫瑰 酪梨 木鳖果等等植物 萃取出天然的成分 制作出各种保养品和化妆品展现研发成果 主要萃取的东西是酪梨 然后我们就分香氛蜡烛 紫燃油 发油 及按摩油 就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好 对 然后油脂也比较多 比较保湿 所以就会利用在按摩油跟发油上面 我们是研发私密处的产品跟洗木系列的产品 采用一个台湾的新兴农业叫木鳖果 那它的胡萝卜素啊 或是茄红素都相较于 其他一般蔬菜来的高很多 我们主要萃取是它的果皮 然后它的果皮是具有抗氧化成分 相较于维生素C的话 其实它的抗氧化能力都相较于差不多 毕业成果展透过动静态的方式 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食物上的经验 将专业技术与知识结合 把学生在大学四年的成果展现出来 在我们的化妆品上采用系的教育里面 是从我们的化妆品的基本的学士 然后去学习一些化妆品的一些形态的部分 然后去结合他们的应用端 也就是结合做造型 做一些服饰 然后融合一体的部分 所以是把理论跟实际应用 把它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这次的静态展的学生呢 是从他们叫自己去研发制作 一系列的化妆的一些产品 包括像化妆水乳液精华液或者是香水 那这些完全是同学自己去调配的一个配方 所以跟市面上所贩售的化妆品来讲 我们的学生的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那至于在动态的部分呢 我们有九大主题 然后我们是融合了现在是联合国在强调的永续经营 包括我们像有一些废物在利用 我们的一些环保的一些议题 还有一些时尚的一些议题 我们都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这次的造型里面 毕业成果展也邀请了策略联盟学校的高职生 业界以及学生家长一起参与 不仅是要展现四年所学 也要共同见证同学们在大学生涯的蜕变与成长 我们下期见